打奶泡的技巧 好的奶泡可以给咖啡增加更多的滋味和口感 所以打奶泡时建议使用脂肪含量在3.2%到3.8%的全脂牛奶 温度过高口感不佳 并且会破坏牛奶分子 造成风味流失 蛋白质凝固流动性差等等 低的温度蛋白质没有完全分解 触感不佳 不建议在打奶泡的时候使用温度计 这样子会影响打发和打棉的过程 长久习惯一定会形成累赘 尽量靠手去测量温度 加热过程中注意声音的变化也能预测 温度越高声音就会变得越尖锐 练习的时候需要反复确认累积经验 而奶泡想要有漩涡 蒸汽管的喷头不能太深入奶面下 约液面的0.5到1厘米 当打开蒸汽阀 这时拉花缸非常缓慢向下移动 会听到痴痴的蒸汽与奶液剪切所发出的声音 组称进气声 进气到人体温度这个声音就不能再出现了 否则奶泡上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粗泡沫 感谢观看